接下來這個Session會到兩點左右 會到兩點 RIC是 維基百科跟台灣基督都有參與 那我們維基百科的秘書長 我實在有點看不清楚 就是你們那個正式的那個協會的那個架構 那等一下就交給你來就是跟大家介紹這樣子 好那 接下來這個Eason就是到1.20分 把誰叫RIC 好謝謝RIC 這個Eason在表面上的名字叫做《從社群到人民團體》 因為我們不要放得太尖銳 但實際上真的想講的這個是下面的問題 真的要搞一個協會出來嗎 就是很開心大家在這個吃午餐的時間 還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願意進到這個教育 但為什麼大家要坐益直線 為什麼不往前做一個橫排呢這樣子 好那為什麼我會來分享這個題目 所以首先先介紹一下背景 好我的這個我的名字 那我在2011年開始投入台北危機社群的算是運作吧 然後大概晃了三點之後 進入到 就覺得開始社群有一些 這個觀眾社群的身份去做的事情 而且立不重新 所以就加入了這個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的這個協會 那我現在我們現在那個因為政治風向關 都非常喜歡用英文的名字 叫做《Wikipedia台灣》 那因為因為我們那個中文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衛基媒體協會》 那它是一個成立在2007年 所以今年已經十周年了 那也趁機廣告一下 我們九月中的時候會有一個十周年的慶祝的銀行 會到時候也歡迎大家一起去參加 在京大可以順便去慶祝玩一玩 好那這個協會的話 它是跟這個美國的危機媒體基金會 就真正在營運危機板科這些伺服器的這個美國的基金會 那我們是跟他有正式簽約的一個character 是一個分會 然後它是一個全國性的人民團體 那目前的話有四十多名會員 然後已經換到第三屆的理事會 然後我記得今年好像也是我們的改選名 就是要進入到第四屆的理事會 然後理事長也必須要換人 不是說理事長做得不好 就是這個我們張成友跟那個選總統一樣 有最多連任一屆的規定這樣子 好那就是這個經驗讓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的社群在進行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可能會試著朝人民團體的方向去發展 就是成立一個行會或是基金會 成立基金會的人可能比較少 因為我們偉大的法定在規定上面 基金會需要非常大的資金 那協會只要成就好 不需要他們的財產 好那為什麼會想成為人民團體 不外乎大概三個理由 這個不是這是第一個理由的底下三點 就是第一個是有財務上的理由 那因為人民團體感覺上比較方便爭信 不然我辦一個活動 然後要收報名費 那請大家匯到我的私人的帳戶 因為有時候人家就會不太信任你 覺得你會不會捐款潛逃 那其實是說一句實在話 就是收那個報名費收費一點點對不對 你要辦到多大的活動才夠你跑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看到 你私人的帳戶就覺得不夠詳細 好再來就是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捐贈你的話 你是一個人民團體的身份 你可以開啟收局 他可以抵稅 針對捐贈者 donate的人他的性質會提高一點點 因為捐助其實本身能夠拿到回饋不一定很多 但是這個抵稅是最直接的 那還有一件事情也是針對贊助者 就是他很好和銷 因為一樣你就可以開啟單據給他 那如果給你個人的話 這個我就不知道他們會計內部要怎麼去處理 一兩千塊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到了十幾萬二十幾萬的時候 可能就會遇到一些些的麻煩 所以在財務理由上面會覺得 我弄一個人民團體出來好像還蠻方便的 那另外也有些人是基於活動的理由 因為第一個是有利對外交涉 就是有的時候你去跟他講說 我就是某某人 我還跟你談你的事情 然後就我也不認識你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理你 但是你卡配一個協會的名字 我是某某協會的這個什麼長 那個什麼長都可以自己空的 所以這個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冷視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有一些資源 確實是只有人民團體才能取得 我們最近遇到一個案例 就是台北有機場 就重新補機重新整理出來到開放 然後預約值 就是他的預約必須要有立案的人民團體 或是一些公司行 就是必須要有那個法人 或是成立人民團體的那個機會 才能夠去進行 所以的確有小部分的活動 真的你用個人的名義 是沒辦法談成功的 那我也有碰過一些奇特的理由 就是因為聽起來比較厲害 那個我就不管他 就是有的人覺得那個名片上的印象一樣 我就講那什麼長都可以自己播嘛 我是某某社群 某某協會的社群長 聽起來就是好像有那麼一點點身份 出去發名片比較有面子 那這個倒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那基於這些種種的方便性 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我就成立一個協會好了 那不是可以讓我做事情更好嗎 那有些東西 有些成本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沒有辦法看到的 有哪些東西呢 好第二部分是屬於人力方面的需求 那大家平常在經營社群 可能都覺得人不是問題 我有的社群經營都好的話 可能我隨時我要辦什麼活動 都會有蠻多的人出現 但是我們還是算一下 我們維持一個合法的人 合法的人民團體 需要多少人力 好這邊幫大家整理了很多的法令的規定 那字很小大家就回去自己看 那我們還是需要一些懶人幫來決定 這涉及到很多的法令 我們有那個最基本的是人民團體法 那當初我一開始接協會的時候 我就只看人民團體法 結果後來才發現原來還有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那後面還可以看到三四種法令都跟你有關係 然後每一種法令之間的規定都沒有統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你就是要去看一個內政部給你的一個檢表 就是告訴你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事情要做 好那重點是這樣子 如果你抽不到三百個會員的話 注意三百個會員是一個很龐大的工程 如果你抽不到三百個會員的話 你至少最低限度要三十個逛你的會員 這件事情很妙 我們的人民團體法裡面規定是發起人必須要三十個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疑問 如果人家發起完蛋之後 是不是可以把會員開除開除人家死人 好根據我們的實驗是不行 就是最低人數就是三十個 好所以最低要三十個報名會員 那如果你想要成立是全國性的人民團體 好全國性 台灣那麼大其實現在已經就是沒有什麼省的那個成績了 但是還是有為了維持你是全國性 你戶籍要分站在七個縣市 好分站在七 這已經有慢慢變低了 因為後來縣市合併 以前我們是規定要十個縣市 但是你現在要湊十個縣市太困難了 就很多縣市的消失 好所以現在要維持七個以上 那再過來就是你如果要開會 因為根據規定每年要開一次的會員大會 那會員大會的規定是一半要出席 那這一半出席的意思是說 包括委託書出席也算 然後委託書一人可以拿一張 所以我們把三十除以二就是十五個人要出席 那一人可以拿一張委託書 你就是要湊到八個人 加七張委託書到場開會 就對了 到目前為止 那個 我稍微查了一下 到底接不接受的縣上會 這件事情 內政務寫得非常的詭異 他說縣上會請你注意一下 怎樣前到的問題 但是選舉的話 不理採用縣上會也舉行 那講的意思的話 大家平常沒事開這種 老名商財的大會 一開會就要選舉 所以基本上就是 現在你還是必須要到場開會 好 那你如果抽到三百個會員的話 根據規定三百個人以上就可以 有那個 會員代表大會 就是不用每個人去開 大家可以 在電視上最常接觸到會員代表大會 就是政黨 因為政黨現在放在人民團體法律裡面 所以那個國民黨 不是有一些黨代表大會 那個黨代表可能就超過三百人 他們需要租那個大明堂借庭 那開會 基本上就是 顧上通過這種東西 那我們還可以講到這一關 我不知道那個會員代表的人數要怎麼算 但是看那個政黨規模 就知道也不是 就是會比現在這個狀況更加的困難 所以基本上你必須要 每年真的要動到八個人 來跟你開會 還有七個人便宜機尾都出進來 好 你以為這樣結束嗎 並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你的幹部要怎麼辦 所以還有Round 2的規定 Round 2的規定 又變成列了這麼長的一段東西 那這個地方又看到我們法律上 非常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去查了這個法律規定 它都是規定上限 就是理事的部分 就是不准你無限制的設置 它的規定是時候 限制的目前超過15個人 然後省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有這樣省事的規定 省事就可以多10個人 就是不可以超過25個人 理事 然後全國性的可以最多設到35個人 然後但是不能超過那個 監事的部分不能超過理事領而得三分之一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我們現在不管他買 還是看懶人爆 法律只有規定上限 所以照大家來講 我可以設監事一個人 理事三個人我就搞定 但是你去跟內政部講這件事情 它會打你槍 但是最低 實務上它最低接受就是 監事三個人 理事九個人 所以你必須要動員到12個人 願意掛名幹部 然後很無限的是幹部是必須要開會的 那所以監事的會議並沒有規定多久要進行 理事的話是三個月要開一次 所以然後每次也是要過半的 而且注意這個不能代理 所以理事會每三個月就要找到五個人 願意出現來跟你開會 一樣這個現場會議會有一些小問題 就是目前不太接受 好 所以我們就是剛剛來的結論 然後30個人頭8個人明天開會 7個砍行為特殊 還有12幹部人頭5個 可能夠美濟開會 那如果抽不出這麼多賢人 還想成立協會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簡報可能 事後也會公開嘛 所以 我就講一下 我有聽說有一些 有一些 合法的人民團體 他們都是 事後找人簽名的 這樣子 是不是 反正你自己想辦法 把那個文書做一個錯出來 他也會查身體黨裡面簽名的 就是這樣過去了 所以 其實維持一個合法的人民團體 對於很多 我們現在正在運作的人民團體來說 其實是有困難的 因為 但他本來都是一槍熱血的想要幾個核心的人 我相信其實 有在經營社群都知道 很多社群的活動 大概都是三到五個核心的成員 就把它弄起來 那你剛剛好 如果你是五個的話 剛好跨過那個 理事會開會的期限 那個極限 所以 每次要動員那麼多人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 人不是還好 當然 應該還蠻有號召力的 錢的問題更大 本來 我應該一開始就講 成立人民團體很多時候是為了錢 為了 為了跟人家聊錢的時候 可以整齊 可以看收據給人家 結果 有新的財務成本出來的時候 會變得更麻煩 那哪些支出呢 好 首先我們來看 會議的支出的部分 開會可不可以不花公款 有機會 比如說場地我不要去外面 我就 理事長的家免費提供 交通開會請自己出 餐點開會請自己帶 然後會議資料 我要不要 除非丟給大家自己上網看 看起來好像都可以丟給他們自己付 感覺上是沒有什麼支出 其實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好 因為 這邊又是一些法定規定 大家回去如果有機會下載 這份東西的話自己看 好 重點就是 我們每次的開會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可以保留這個規定 就是每天至少要集五份會議統治 就是一次的人民大會 那個 不是人民大會 一次的會員大會 會不會被送到對上去 一次的會員大會 然後四次 就是每季次的理監事會議 根據規定大家在開會之前的幾天 即通知到你的主管機關 一般都是內政部群 可以主管機關被查 然後我們的法定裡面還規定 主管機關得太人利息 就是他如果真的需要來你們的那個會議場地來查水錶的話 這個根據限定法定是可以讓他進來的話 我想可能是一些過去借的實際理序之類的 好 那重點是這個會議的通知 就是你要你要去請這個主管機關被查這份通知 到2017年還是只收紙本 就是他並沒有一個線上給你登記的管道 你必須每次就寫一個內政部的那個函 然後寄過去跟他講說 所以說話給我真的表示 嘿 賺得到 好 這是你第一筆的財務成本支出 就是你必須要寄這些東西去 要把它印出來 然後把它寄過去 然後再來呢 其實有時候會牽涉到稅的問題 人命團體其實在這個所得稅法上面有直接就規定說 你是這幾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的話 是可以免納所得稅的 那感覺就是太棒了 就是沒有什麼稅務的問題 還可以幫人家頂稅 請大家多多捐款 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因為即使你不用繳稅 所以在所得稅法裡面還是有規定 你必須要保稅 而且呢 他還有規定說 有一些地方 你不符合免稅要件的話 就必須要依法科稅 然後免稅要件 不在所得稅法裡面 你看警官去查一個什麼 明大所得稅的適用標準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我沒有辦法研究 我只能跟你講說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繳稅 然後 就是一切都要看國稅局的臉色 因為他可能說什麼 好像勞務報酬 或者是販售商品的那個獲利 你還是必須要去算所得稅的 然後 到底什麼算勞務報酬呢 比如說 我幫你做一個專案 然後你懂得用我多少錢 這樣到底算滿勞務報酬 或者是說 你捐一千塊 我就給你一個紀念品 到底算不算販售商品 就是 如果你跟我買一本書 我售個 售價三百 這個是販售商品 這可以理解 但是 購內一千塊送一本書 算不算 所以 有的時候就是看國稅局的想法 那就算通通不用繳 也只要報稅 所以這邊就會製造一個成本 就是這些稅務的問題 沒有簡單到你一般的一個 隨隨便便搞社群的人 就可以搞得懂 然後你報得不好到時候 還有自己要多服務支出 所以當然最好的方式 就去找那個會計師或是機長室 乖乖的繳一年 大概一萬多塊的那個 那個保護費給他 然後請他幫你搞定 他會幫你搞定很多事情 那這筆錢呢 當然我知道有一些狀況是 比如說你的理事長 非常的有等事 他在外面創業 他本來就有開一間公司 然後公司裡面本來就有會計師 那很多時候 因為連理事長的家裡面稅 都是給他會計師報的 所以再給他多報一個理事長的協會 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那個成本就這樣子 偷偷的裂掉了 不鼓勵這樣 其實這樣是造成 會計師血和工作的狀況 對不對 那基本上就會有多一個成本的出現 所以 剛剛我們講到會議跟稅務 是我們碰到的 財務上面的一個必要支出 所以這個必要支出 那支出從幾百到幾萬塊錢之間 如果你的 那個會計 就利用理事長的關係 把它黑掉的話 你就是每年乖乖的 你寄那五個 掛號信費 那整部 然後把它硬直扭出來 那大概幾百到幾萬塊的錢 你還是必須要找一些財源把它攤掉 就是 不要老是讓那個做事情的人 必須要支付這些成本 雖然是小事情 但是那就是造成那個社群變合的東西 那一些其他支出 就是你到底要辦活動 辦活動就是要有活動支出 我想這個大家是願意支付的 因為這個成本就是 大家平常在辦活動的時候 也就需要去弄 而且 就是為了這些支出的存在 需要募考 才要去弄能力 所以這個大家 大家心甘情願 那下面還有人事支出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黑洞 因為你真的要聘一個人 在那邊幫你做事情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零零走的容易 非常麻煩 等一下第三部分還來講更仔細 你就必須要評估一個像小弟這樣的人 每天去那個辦公室 然後在那邊 花了很多時間還在關注社群 就是看FB 但是這樣還是要付我心聲 對 這是非常龐大的支出這樣子 好那 到底為什麼要顧一個人在那裡 因為你必須每年這兵團條 做出一些穩獻 證明你還活著 不然你會被解散 而且跟大家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非公益性質的 不是 你是公益性質的這個非力組織的話 你到時候倒 就是倒會兒解散了 你所有名下的 這個會名下的財產 是必須要抱腳主管機關的 就是全部被 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 這個地方就很沒收 那這件事情大家不願意 所以 除非你在確定要倒掉之前 把錢都花光 那要辦的話 你必須要做一些 這個文件證明你活著 好那哪些東西要做出來呢 會員大會的時候 你必須要事前 第一個要先準備一個報備的公文 然後這個報備公文 後面還有三個附件 第一個是會議通知 就是你發給會員的會議通知 雖然大家可能 並沒有真的發給會員 大家可能就在裡面群組講 像我們幾號開會 這樣子 根本沒有人想要發那個 但是你還必須做個樣子 沒人認不看 然後再來 你必須要做一個會員名冊 就告訴他說 今年有哪些人是可以 這個合法來開會的這樣子 然後你必須要 如果你遇到選舉年的話 你要去做選票 那選個理前四 為什麼不當場投票就算了 或是我做個線上版 沒有根據規定 必須要選票 上面還有理監事的改章 還有監事會的改章 還要點個選票票數 那開完會 好嗎 開完會了之後 你一樣 會員大會一定要送一個 會議紀錄給內政部 去做一個備查 然後一樣 跟我報備公文一樣 會議紀錄 然後會議紀錄裡面 還要包括這些財務報表 就是什麼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口基金收支表跟財產公路 這五個是規定上面要有的 還有預算表跟工作計劃 好 全部都要值本 全部都要值本 我沒有試過的激光碟給他會怎麼樣 當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這些東西都有固定格式 就是選票 你必須要印這麼認真的東西出來 然後收支決算表 這個表格必須把它寫好 那我想收支決算表 或預算表 這個大家都願意做的啦 因為就有一個團體的財務管理在講 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才能夠照樣形式 可是呢 接下來像這種資產負債表 這種東西 就是你必須要選過會計 你就知道到底哪一個東西 算做什麼費用啊 花費啊 債務啊 什麼東西的 欸 像小滴的協會 是我就去 花了三百塊 自己掏腰巴 花了三百塊買了一本 那個輕輕鬆鬆 會計學 這樣子 然後就自己亂做 然後做了前兩年之後 我才發現有一些賬做錯了 就是 明明是買店 然後他把算做資產 可是我們把那個錢 當作是費用化掉 然後現在還在處理這種爛戰 你知道嗎 就是 後來要想把他 偷偷的塞掉 還有基金收支表 因為 你團體就一定要 根據規定欸 你要提撥一定的錢 是不能動的 除非經過理事會決議 或就是 或是你賠錢的時候 就不用提撥 但是基金就是 等於是強迫你存錢啦 不是說真的要你去買什麼基金 就強迫你存一筆錢下來 然後你必須要特別做一個基金收支表 其實 我印象中 好像每年 遞上去的文件裡面 都會撒那一點點東西 就可能撒掉什麼 財產目錄 或是基金收支表 這些東西 那 就看那個內政部的那個承辦人 要不要抓你 我真的有被推薦過 叫你在哪裏接 然後 或是說要跟你講說 裡面有哪些東西寫錯 那你把數字改完之後 他還不會去查說 欸 你為什麼可以數字這樣改 你只要把數字湊到鍋 拿到鍋 就算了 所以 這是一個 就是 完全是浪費時間的遊戲 它其實並沒有實際的那個 監 監 就是 查核的功用 好 那你準備完了那個會員大會 那個還好 反正應援一次 李建市會呢 會錢你需要 報備一個公文 還是要 還是要 自己信給他講一下 然後 也是要給他一個會員通知 就是 做好完的 但是 會後 這件事也很妙 就是他其實也不太管你 就是 李建市會除非做出一些決議 是比如說你要簽會職啊 你要改章程啊 之類 改章程需要會員大會通過啦 所以那也不是一次的事情 就是 你如果有一些東西是必要的 他會 內政部會給你做一張表格 就麻煩你每次 就是 那個倒霉的秘書長 就是每一次在李建市會開完之後 就去對一下那個表格 看一下經驗 那什麼東西 必須要寄給內政部看 那如果你是那個 會員大會前的最後一次李建市會 因為你必須要通過今年的名冊 所以你一定要把那個名冊 放上去 這是必要的 還有就是如果你的李建市會 今年改選 就是 改選完了之後 就會有新的理事長出來 那你就要請他們每個人 教他的那個 簡歷冊 就是 上面要載明 這個人從國小 讀到大學 到研究所 怎樣的過程 還有任何職位 這樣子 那 大家就是 每天就是 忙著去 追這些 李建市 填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結論 就是 你到底是不是需要去弄個理事長 成立一個協會 弄個理事長 做做 我的建議是 如果 剛才我們介紹那些必要成本 高過你想辦個活動成本的五成 所以等於是 你活動辦了之後 你還要加一半的成本進去 就是差不多佔 等於是 最後的總成本 佔三分之一 是你搞協會的成本 三分之一 是你活動的成本 如果 高過這個比例的話 你就 最好是不要去成立 因為你會 為了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弄一個更大的爛攤子 再來就是 如果不是長期高度活躍的需求 你只要今年辦一個活動 試試水溫 還沒有確定要長期的辦下去之前 也不要 因為 後面維護那個協會的成本 會讓你更恐怖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一件事的規定都是無幾值 所以不要去弄理事長 也就要做 就是做秘書長 這樣子 可以領個薪水 當然你要先收得到錢 好 那到底該怎麼辦 如果 如果你評估了之後 發現成本太高 不需要去養這個人力團體 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 就是還是拿個人的頭銜 你就去跑 如果你只是單純覺得 一個名片 有個頭銜 好看的話 請盡量的打消這樣的念頭 就是要有一點自信 那另外呢 另外這幾個方法就是 第一個是找一個已經存在 然後有相關性的人民團體 他可能可以幫助你 比方說 我覺得OCF的存在太棒了 因為他們的名字取得很好 你知道開放文化基金會 所有跟開放文化有關係的 都可以找他們 但是你如果要去參加一些活動 找維基 我就要問你 你這跟維基有什麼關係 你有貢獻到維基的相關的計畫裡面去嗎 所以你可以找一個人民團體 出公文幫你掛個名 或是說你的錢 你要收錢的時候 請大家匯到他們的帳戶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請大家注意 我們今天已經講了這麼多 為了維護一個人民團體的運作 他必須要付出那麼多的成分 所以麻煩可以支付一些福利的行政費用 比如說你可以說 總金額的一成是算給這個 這個掛名的協會來扣 或者基金會扣下一張的行政費用 那另外就是 你可以擴充社群的實力 就是如果你真的業務量有到那麼多 然後你真的有那個實力去跟 去跟企業做大量的募款的話 那你自己成立一個協會 當然是一件好事情 然後聘個人可以好好的把你各項業務處理 那最後還有一種方式 就是你真的找了一個副爸爸 他不管多少錢都願意丟下去 那你要怎麼玩我就選給你們 這樣有錢就是任性好不好 好 那這個今天的 這個跟大家簡單的分享我們 這幾年的一個心得 那還有大概三分多鐘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 或是有什麼八卦想要聽的 就幫你提出來 我幫你補充一下 因為大火 幫你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才 不久前才收到 我們會員大會開完之後 內政部公文發會給我們說 以後那個李堅士會的會議紀錄 可以直接到線上 遞交 那他給我一個網址 就叫做公益資訊點台 但是呢 目前公益資訊點台這個網站裡面 只有空殼 只有空殼 什麼都交不上去 所以我這幾一次的李堅士會紀錄 所以我也不曉得要提到哪裡去 好 這個跟大家補充一下 好 謝謝 好 感謝 我之前呢 我們下次怎麼會應該邀請內政部人員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想要分享 就是那個南餅的那個 他相關的那個 就是那些相關的法律 那時候有去問一下內政部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回答嗎 呃 沒有 就坦白說 我們也沒有很計較他為什麼 就是 你遇到那個行政問題的時候 都只想要快速的通過 當然 呃 有一點點想要問他說 到底為什麼不能先上登機 這些事情 是真的很困難 好 還有其他人有經驗或者是問題嗎 有經驗想關心